人想要变得富有 光靠努力工作是不行的 还要有横财可发财可以 每个人也都想要发一笔横财 让自己能够天天吃香喝辣 11月7点8号钟头奖 这六大生肖就有发横财的好时机 之前的没运全部转为为横财之运 只要做好街财准备 钱财数不尽 生肖马属马的人 他们在今年注定要走大运 因为生肖马今年的流年运很旺 所以属马的人在11月7点8号里 能遇到不少好事 时来运转 皆财神赢贵人 横财大发800万 大奖连终 时有八九富的流游 再加上太岁相助 自然是让属马的人横财滚滚来 钱多得数不完 日子越过越好 生肖猪属猪的人很有福气 但他们的福气却大都是以后福为主 所以生肖猪早年也会经历不少磨难 七八号 接财神 迎横财 福门开 好运来 横财大发800万 翻身便富豪 生肖猪的横财之运加深 让属猪的人横财连连 到时候钱多得数不完 生肖猪也能提前想轻浮了 生肖兔属兔的人 生活中会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是很顺利 十一月七点八号到月底 时来运转 接财神赢贵人 横财大发800万 富贵多金 没运转横财 好运连连 发横财中投奖 日子越过越红火 生肖羊属羊的 他们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决定 同时骨子里要强 不服输 而且勤劳朴实 七点八号开始 九九送福 福运九九 一八年底 福如东海家运旺 简直让人好不羡慕 工作事业这块 在工作中 他们非常容易得到领导的信任和器重 未来亦得贵人提拔 腰缠万贯 晚年不仅富贵还长寿 生肖猴 生肖属猴的人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于他们来说 天生的好运是与生俱来的 十一月七点八号起 运势一路走红 横财大发特发 钞票大赚特赚 同时他们本身自己也是很努力的 所以他们的财运和偏财运也是最旺的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生肖属猴的人可谓是遍地财运 钱多的书都数不过来 而且狠狠有贵人运 所以好好加油吧 生肖牛属马的人 气运其实还是很旺的 毕竟属牛的人命格之中的阳气很旺 而一般阳气旺盛之人不但身体健康 而且能够逢凶化疾 十一月七点八号起 运势一路走红 横财大发特发 钞票大赚特赚 生肖牛将会有财新入命 让属牛的人在三十一天内发横财想富贵 钱多花不完